李克太太超美 來到走鐘獎現場啦 不過在典禮前 她就驚爆在路上發生車禍 讓大家都超級擔心 好險沒事 她也還原了車禍發生現場 就是很放空的 坐在車上的時候 然後就突然後面 因為車子沒有在動 它是很緩慢的前進 在建國高架上面 然後後面就蹦 我就整個這樣子跳一下 然後我想說 是怎麼了 怎麼了嗎 然後後來就必須得停下來 但是至於讓我感到驚訝的 就是警察以超級快速的時間 然後騎機車上來之後 然後帶我們去下面 比較安全的地方 然後繼續處理這個事情 妳剛剛不冷靜了吧 還是要你心 我剛剛就跟我自己講說 我只能控制我能控制的事情 就是我現在要冷靜一點 不然等一下裝花了又很麻煩 完全不用擔心 還是一樣美美的 而這次她也超有誠意 很見露出超胸部位 我的胸部是從 火腹要餵奶之後 我已經沒有這麼多人看過了 我跟白癡公主說 妳一定有電公司 她才有電 她才電超多 她平常不是長現在這個樣子 妳家今天電了幾個 妳這樣後測一下 就是它是一個 從無到有的過程 我現在看到了一些陰影 所以可能有兩三個吧 兩三個 妳還有新的追求者 或者是對象嗎 沒有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都關注妳的頻道 對 多看看 往內看 我是覺得我今天氣色還不錯 對啊 妳覺得我比較欣賞哪一位YouTuber呢 蠻多的 現在我比較沒有就是 我可能看一些貓吧 比較沒有在看男生這樣